台北市议员陈崇文设犯贪污治罪条例 独立特定厂商数百万 利用职权向台北市政府施压 要求提高预算及绑定特殊规格 让台志光取得监视器系统传输等标案 积压两个月之后又再延压 保除更多内情 陈崇文在延压庭上面自己说溜嘴 说积压期间曾委托其他议员协助质询 形同遥控议会 此话一出法官跟警察官都相当的惊讶 也裁定有串供之余继续收押 陈崇文设犯贪污治罪条例 独立台志光爆出连收押期间都遥控操纵 议会质询 台北市长蒋万安再度强调立场 跟立场非常的坚定而且一致 对于任何的步伐 我们一定是绝不宽待 以法追究 收押两个月陈崇文没闲着 严压庭上他虽然一开口就苦苦哀求法官让他交保 下一句自个儿说溜嘴 说收押期间曾经透过律师传讯息给其他议员 委托帮忙强力坚持频宽网路的传输费用 此话一出法官跟检察官震惊 难道连收押都还遥控护航 台志光 也有议员也被收押监禁这个部分 那只是说到底有几位 那之前是传输说其实不止一位 议会里议员震惊 陈崇文影响力即使在狱中也挡不住 法官开口质问 陈崇文委任了哪些议员协助质询 他这才发现说错话 改口说这部分容许他保留 狱中联系市议会串供之余 陈崇文严压 调查显示 台志光拿到标案之后负责光鲜传输 先是其部分发包给陈崇文跟朋友设立的公司 台志光汇款800多万之后 又多汇了700多万 怀疑就是图利弊端 议会里面的质询内容都会保留 谁是被委托的另一位议员 检警肯定有机可循 陈崇文收费案 风暴持续扩大 记者刘慈周通林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